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姐 我来拿体检报告 好 请把证件给我 这是您的报告 您现在可以到医生办公室做专家咨询 好的 谢谢 刘医生 请问现在有空吗 是你啊 请进请进 体检报告出来了 我看看 基本还可以 但是某些指标偏高 要注意啊 有什么问题呢 你的血脂 血压都偏高 体重也超重 平时老吃高热量的东西吧 对 肉吃的比较多 啤酒也喝的不少吧 尿酸那么高 现在开始一定要少吃肉 多吃蔬菜 啤酒 海鲜先借一个月 否则以后关节很疼的 嗯 一点都不能碰啊 尽量不要 为了自己的健康嘛 一个月后再咽个血 如果指标正常了点 可以少吃 不过还是要控制 嗯 知道了 刘医生 我腰疼的那个地方没事吧 哦 你长了个肿瘤 什么 别急别急 是良性的 一个脂肪瘤 不碍事 别管它 真的啊 我保证 但是你要不放心 可以看看外科 其他的项目都正常 嗯 那就好 你呀 太胖了 自己一定要注意 否则以后发展成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就有苦头吃了 嗯 是 是 我把要注意的给你写下来 少吃肉 借啤酒 这样你每年都会去做体检 身体检查吗 也不是每年 但是要办签证的话一定要去 嗯 那你有没有遇到今天这样比较好的医生 还给你做一个专家咨询 专家咨询 嗯 有 专家咨询是吗 对 那么专家呢 就是那种有很多知识的 Expert 对 然后咨询应该是consultation 是的 现在有很多咨询公司哦 嗯 OK 嗯 专家咨询 他会告诉你你的体检报告 这些指标都是什么意思 OK 指标 嗯 这不是指数对吧 对 不是指数啊 像你看股票 因为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 所以股票呢 是指数 OK 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 会有一些标准 对 怎么样太高 怎么样太低 或者你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太高 太低 你是偏高 偏低 偏高 嗯 这个偏就是 like on the high side 对 就是有一些过于怎么样 a little too much 对 a little too high 是的 OK on the high side on the low side 偏高 偏低 嗯 对的 那么当然有几个很重要的指标 我们要看啊 都跟血有关 血脂 血压 那么血脂 这个脂是哪个脂 脂肪的脂 啊 OK 那么就是blood fat 有没有一个更加专业一点的词啊 lipid levels in your blood 哦 big word lipid levels 嗯 是 血脂 那么血压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对 压就是压力的压力 嗯 那除了血脂 血压以外呢 那么肯定要量体重 今天我们这个对话里的朋友 血脂 血压都偏高 然后体重也超重 超重 嗯 overweight easy 对 因为他平时老吃高热量的东西 高热量的东西 啊 high calorie 是吧 对 热量就是calorie 嗯 没错 还有一个说法 对吧 就是卡路里 嗯 嗯 哎 John 我们刚刚说的像血脂 血压 还有体重这些指标啊 如果你都偏高 也可以说超标 啊 超标 对 超出指标 啊 明白了 嗯 但他的问题不止这些 对吧 对 他还有一个问题 好像也是饮食引起的啊 就是尿酸很高 尿酸 尿酸 这个尿是urine 对吧 对 urine acid 那么就是uric acid 哎 尿酸比较高 所以他必须借啤酒海鲜 要先戒一个月 就是戒烟的那个戒 是吧 嗯 意思就是不要碰 嗯 quit it 对 那么尿酸偏高呢 它的后果就是 呃 关节会很疼 关节 嗯 so that those are your joints 对 你的骨头连接的地方 关节 哎 这样这个病在美国普遍吗 哪个病 尿酸偏高 这我不太清楚 嗯 因为在中国 嗯 现在很多中年人 特别是中年男人 都有这个毛病 啤酒喝得多啊 对 啤酒 然后平时出去应酬 在外吃饭啊 什么就是经常吃 高热量的食物 嗯 高蛋白质的食物 然后就会尿酸偏高 也是我们说的 富贵病 富贵病 对 就是以前穷嘛 也吃不到好东西 也喝不到啤酒 现在经济条件好了 但是随之 也会有一些病 嗯 尿酸偏高 那 总的来说呢 今天我们这位朋友 他这一些 还都是指标偏高 没有很严重的病啊 但是他还有一个问题啊 哦 听起来很吓人 长了个肿瘤 长了个肿瘤 肿瘤 嗯 还好不是 恶性 恶性的 对 OK benign tumor 良性的 嗯 只是一个脂肪瘤 脂肪瘤 fatty tumor 对 反正就是 由脂肪 对 脂肪组成的一个瘤啊 不爱事 不爱事 爱 嗯 哪个爱 阻碍的爱 啊 OK 不是爱情的爱 不是 不爱事 是 那么你想啊 阻碍 不阻碍事 没什么大问题 没什么关系 OK 不爱事 不阻碍你平时的生活啊 啊 OK 不过也不知道 这个专家说的 咨询的是对 是错 自己总会有点害怕吧 对 是的 嗯 那么我们刚刚说的 富贵病 尿酸偏高 还有一些富贵病 比如说 心血管疾病 心血管疾病 那么疾病就是disease 嗯 and then 心血管 嗯 referes to like your whole circulatory system 对的 心血管疾病 那我们平时就说 heart disease 对吧 嗯 是 然后还有 糖尿病 糖尿病 这个词有意思 对吧 嗯 是的 很形象哦 对 糖是siger 没错 尿因病 对 so that's diabetes 对 只要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们的医生 非常直接 一会儿说人家长肿瘤 然后不爱事 一会儿又说 太胖了 太胖了 对 你太胖了 但我觉得中国的医生 有很多是这样的 好 so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dialogue and then we'll get back to that 好 greetings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ChinesePod Trivia our first question is how long will it take you to become an intermediate Chinese speaker using the ChinesePod app is it A. the rest of your life B. you should already be an intermediate speaker C. three months or D. ChinesePod has an app that is incorrect the correct answer is C. three months that's right head over to ChinesePod.com now to register for your access to over 4,000 lessons get the ChinesePod app now on Google Play or the App Store 小姐 我来拿体检报告 好 请把证件给我 这是您的报告 您现在可以到医生办公室做专家咨询 好的 谢谢 刘医生 请问现在有空吗 是你啊 请进请进 提检报告出来了 我看看 基本还可以 但是某些指标偏高 要注意啊 有什么问题呢 你的血脂 血压都偏高 体重也超重 平时老吃高热量的东西吧 对 肉吃的比较多 啤酒也喝的不少吧 尿酸那么高 现在开始一定要少吃肉 多吃蔬菜 啤酒 海鲜先借一个月 否则以后关节很疼的 嗯 一点都不能碰啊 尽量不要 为了自己的健康嘛 一个月后再咽个血 如果指标正常了点 可以少吃 不过还是要控制 嗯 知道了 刘医生 我腰疼的那个地方没事吧 哦 你长了个肿瘤 什么 别急别急 是良性的 一个脂肪瘤 不碍事 别管它 真的啊 我保证 但是你要不放心 可以看看外科 其他的项目都正常 嗯 那就好 你呀 太胖了 自己一定要注意 否则以后发展成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就有苦头吃了 嗯 是 是 我把要注意的给你写下来 少吃肉 借啤酒 杰尼 有没有什么故事可讲啊 当然有了 所以才写得出今天的对话 就是我最近去做体检嘛 然后那个医生 反正他也就是摸了我身上 然后就说我长了个瘤 然后把我 然后把我 对 把我吓死了 然后他一再地跟我说 不碍事 不碍事 良性的 但后来我自己还是有去看了一下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不碍事 然后呢 他也会很直接地跟我说 你太瘦了 营养不好 以后生孩子不行 就是 不过我觉得这样有话直说也挺好的啊 对 不浪费时间 是吧 对对对 不过这个我觉得是 有些外国朋友 如果你们在中国做体检 或者中国的医院啊 这个是一些文化的差异 不要太往心里去 是的 是的 不知道美国怎么样 你没在美国做过体检吗 有 但是很久以前啊 那美国的朋友可以告诉我们 或者你自己就是医生呢 Do the doctors hurt your feelings? 有可能会的 好 今天我们关于体检 关于健康的课程就到这儿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术语 你都可以到ChinesePod.com来问我们 Yeah and we also have supplementary vocab in the lesson so come to the website ChinesePod.com 那么希望大家注意饮食 注意生活习惯都能够健健康康 好 明天再见 再见 As usu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ize